今天洛杉矶快船队发布了传新版本的球队logo 这个新logo将在下个赛季开始使用 但是快船队三巨头已经客串男模撕穿了新的球衣 四个大字形容帅气逼人 与此同时快船队的新球馆冲去远顶也已经落成 将在下个赛季投入使用 诸位试想一下 如果新球馆使用的第一年 就悬挂上队时首冠的冠军旗帜 那场面那历史意义将直接决杂 NBA将打造出新的篮球招牌 搜死率都得嗷嗷上扎 所以从天时地利人和各个角度来看 2024年NBA总冠军非洛杉矶快船莫属 大家看一下快船队这个新logo 再对比一下旧logo 传新版本真正有了传的概念 也有了明确的航向 新年的快船队就像那个旧版logo一样 迷茫没有方向 整个球队都是抽象的 战绩也是相当抽象 哈登的到来 为快船指明了方向 新的logo应运而生 充满了锐气与乘风破浪的气势 光是看一眼就觉得压迫感十足 而快船队的新球馆 那更是绝杀 重投资高达20多亿美元 这比很多NBA球队的总市值还要高 新场馆拥有一万八千个座位 一千一百六十个洗手间 积分盘的尺寸达到了四千零八十七平方米 只是NBA任何一个场馆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真正可以说是遥遥领先 硬件实力依然拉满 快船球员的硬实力也已经报经考验 一个离谱的数据 本赛季快船双星 伦纳德加乔治 两大核心的场军罚球处相加 只有7.9次 其中伦纳德场军罚4.2次 保罗乔治场军罚3.7次 裁判针对的有多么明显 作为对比 天天标榜没有罚球的体系名 如斯蒂芬库里 场军罚球5次 场军25分钟的金钟小弟酷鸣家 场军罚球4.2次 二人相加主有9.2次 比成名已久的快船丧合 罚球数还多了1.3次 所以NBA裁判团在常规赛 给予了快船队地运模式的考验 可即便如此 洛杉矶快船依然一路北伐 一度排在西部第一 这就是快船队的恐怖实力 他们在常规赛 就享受着季后赛的吹罚尺度 那么一旦进入季后赛 尺度收紧 快船的战斗力将成倍上涨 不出意外 下个赛季新球罐开幕 对时守面冠军旗帜 就可以一并升起了 哈登僧牙的第一罐 以这样的传奇色彩开幕 已将成为NBA的一段佳话 due 封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